一輛白色叫車就停在巷子裡面 有一名男子與鄰居 爆發了口角衝突 雙方疑似因為停車的糾紛 鬧得很不愉快 而男子的嗓門不小 鄰居則是手插在胸前 也很不以為然 雙方你來我往 變這樣嗎 如果他不要碰到我們 我一碗變這樣嗎 他拿 木板 你可以來啦 推到我地有沒有 他一直把我婆婆趕出去 我婆婆想要回來 怎麼趕出去 這裡是我們的地勒 趕出去哪裡 鄰居就控訴 這一對兄弟擋車子停在巷子口 妨礙整排住駕的通行 以至於大家出入都很不方便 也有可能長期下來 雙方積怨已久 那麼警方接獲報案之後 趕到現場來處理 並且受理報案 該社區的巷島 為私人的土地 因為停車的糾紛 因為停車的問題 而發生糾紛 雙方互相提出恐嚇 以及妨礙名譽的告訴 我們警方都會全部 一方告恐嚇 另一方告妨礙名譽 至於是否真的 因為停車糾紛而爭吵 還是長期以來 有其他的問題 警方都還需要 進一步來瞭解